为了举办没有什么经济效益的杭州亚运会 财政区域枯竭的中共打肿脸充胖子 在杭州城大肆挥霍了中国人民的血汗钱达3000亿元 中共的逻辑真的不是正常人能够理解的 习为了营造大国气象 万邦来朝的虚假的强国颜面 为了习一尊的中国梦 大搞绿化 场馆 基础设施 以及面子工程建设 致国内经济 就业 民生等问题与不顾 进一步把中国人民推向了噩梦的深渊 据中共媒体本月20日报道 杭州亚运会创造了规模最大 项目最多 覆盖面最广等多个历史之最 56个竞赛场馆 31个训练场馆全面建成并通过验收 从官媒披露的赛事场馆照片看 可谓极尽豪奢 为了举办亚运会 截至2020年 在交通基础设施 竞赛场馆 住宿和其他设施上就花费大约300亿美元 表面上是对外国人展示自己多么的有实力 实际上就是一个穷途末路的赌徒 在继续加大赌注 内心有多么恐惧和自卑 表面就有多么的狂妄和虚荣 就在杭州亚运会开幕前夕 南宋诗人林申的一首提林安邸 又在网络上火了一把 诗句是这样写的 山外青山 楼外楼 西湖歌舞 几时修 暖风熏的 游人醉 只把杭州做变州 网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脑子也是好使的 大家都知道 政府用了这么多明知明高 高兴的只是那些有权有势的 老百姓却得不到任何实惠 只有当权者把老百姓当傻子 压制民间批评的声音 解决不了问题就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当今的中国房地产市场一片萧条 各大房企 如恒大 融创 碧桂园 面临破产倒闭 地方债 城投债 外债 开始大范围违约 工厂倒闭 大量工人失业 甚至部分地区公务员工资已经出现拖欠的现象 当权者除了在对外政治关系上与美国等西方民主国家为敌 内部经济领域也因为不守信用而成为了一座孤岛 中国各地经济凋敝 民不聊生 一片狼藉 却丝毫没有影响 强国在外国人面前摆阔 归根结底 中国还是中国人民的中国吗 中国人民在自己国家沦为了被一茶茶收割的韭菜 寡头统治最终注定演变成为独裁统治 中国人要想生活真正好起来 中华民族想要崛起 必须要从体制上去进行改变 人人都应该认清现实 认清历史 认识自己 认识世界 最终发出自己内心的呐喊 不要马克思主义 要普世价值 不要独裁 要民主 不要压迫 要平等 不要人质 要法治 不要集中力量 办坏事 要全力制衡 公开公正 只有到这时 中国人才能堂堂正正地站起来 自称自己是龙的船人